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说 现在的人不管男女老少 普遍都不太喜欢亲戚朋友借宿 很多人说是现在的人太冷漠 不懂得人情世故 真是这样吗 你以为的借宿就是吃饭的时候多双筷子 吃完之后大家一边看电视 一边开心的聊天 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走了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亲戚朋友借宿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什么时候到 是坐火车汽车还是自己开车 用不用接 自己要不要请假 去接亲戚朋友了 那谁来接孩子放学 晚饭怎么吃 是去外面还是在家里 对方喜欢吃什么 晚上怎么睡 床上用品要不要先换一套 第二天亲戚朋友办事了 是请假陪同呢 还是自己去上班 洗漱用品要不要准备一套 家里是不是要先收拾一下 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 这绝对是个大工程 和在公司做个项目 需要协调的事情比起来 也没有少到哪去 但是在公司做项目 累归累 最后都是有回报的 可是亲戚朋友借宿 往往不但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 最后呢 还会唠一身埋怨 我以前倒没太有这种感觉 一直到去年五一的时候 我们家有个亲戚来看病 在我家借宿 几天下来真是把我折腾的够呛 其实那几个亲戚 我根本就不太认识嘛 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 带着她的儿子 还有俩孙子 我妈妈说我应该管她叫姨 其实我看她也就比我大几岁 这四个人要说起来 倒是挺热情 人看起来也不错 但是呢 太没有界限感了 而且生活习惯 在我看来 我觉得有点奇葩 每次小便完都不冲马桶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小便没必要冲 浪费水 我说省这点水 根本就没有意义嘛 小便完如果不冲水 马桶里很容易产生尿垢 到时候刷马桶更费水 而且还得用劫测精 不是也得花钱吗 但是呢 他们听完之后 表面上答应 其实依然是我行我素 另外可能是因为 他们不像城市那样 需要每天按时上班下班 所以时间关键几乎没有 晚上一两点钟 还在客厅看电视 声音还开的特别大 我说这是楼房 不是农村独门独院 这么大的声音会吵到邻居 明天邻居们 可能都还要上班呢 结果呢 他们就说 五一不是都放假了吗 根本不用上班 我说那人家不上班 也不是晚上能打扰人家的理由啊 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 他们就不看电视了 我说我要工作 我说你们在客厅看电视吧 把声音关小一点就行了 结果他们也不看 我还以为是他们的觉悟突然提高了 或者是一种反抗 但其实都不是 后来他们呢 跟我妈妈告状 说是我把遥控器藏起来了 还假惺惺的说让他们看电视 幸亏我们家有监控啊 原来是这个亲戚家的小孩 把遥控器扔到鱼缸里了 我真是感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后来他们白天去医院看病 我怕他们不方便 就让他们开我的车去 可能是他们开车技术也不怎么好 把我的车还刮蹭了好几道 也没有跟我提这个事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啊 他们回去之后跟其他亲戚说 说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 我也不管他们 居然让他们自己去医院 一次都没陪他们去 但是我每天都是要工作的呀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况且我在医院又没什么熟人 我也不是医岛 我也不懂得医院的流程 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啊 总之就是这一次的经历 让我感觉现在的人不太喜欢亲戚借宿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就很难协调 应该说是每个家庭吧 每家人有每家人的习惯 每家人有每家人的认知 这个认知是有很大不同的 严格来说 应该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但是当别人和自己的看法认知不同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难受 比如小便以后冲厕所这个问题 他们觉得不冲也行 要说呢 反正也不耽误活着 但是呢 我就觉得很难接受 第二呢 就是亲戚来借宿 往往会打破自己的生活惯性 让自己很累 正常的人每天什么时候做什么 其实都是有一定惯性的 突然家里多出几口人 就会打乱之前自己所有的这种生活步骤 第三个呢就是虽然现在联系越来越方便了 有互联网了 有手机了 但是亲戚们反而感觉越来越疏远了 平时来往的也越来越少 逢年过节可能偶尔才能见个面 对于年轻人来说 很多亲戚其实和陌生人也没太大的区别 反正不熟 有些甚至你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贸然的就住在一起 会有很大的不方便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安全 其实呢我以前虽然没有详细的总结过这些 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感觉 不管去哪里出差或者办事 我通常是不会去麻烦亲戚朋友的 至少从15年前开始 我那个时候每次去外地 如果当地有亲戚朋友 我都是自己先找好住的地方 然后呢再订好饭店 通知亲戚朋友直接去饭店 大家一起见个面聊聊天 绝对不会贸然的登门拜访 更不可能借宿 因为我觉得那样很不礼貌 关于这个问题 你们是怎么看的 咱们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吧